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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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躍百蕩 飛躍場館 徒手攀爬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極限體能王運動 看似遙不可及 其實就算不是選手或教練 一般人也能挑戰 往前往上拉開 手伸拉開肌肉 左右伸展 暖身操不能馬虎 準備好 挑戰開始 我們剛剛已經熱身完了 接下來就要挑戰 極限體能王的關卡 它看起來其實真的很難 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挑戰成功 加油 其實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難耶 話真的不要說太早 一出發馬上就卡關 天啊 天啊 流手汗了 接下來攀爬單槓失敗 滾輪掉環全都失敗 最後關卡總力之長 只碰到懸崖邊 沒有完全制霸 太殘面了 智總 請問妳現在挑戰完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好累喔 手好痛 但是我覺得做完還滿有成就感 雖然有一些關卡失敗 但是至少有挑戰過 安慰自己過程比較重要 中間有幾關都成功通過 再來看看教練的正確示範 我們左邊的聳立之長有3.9米高 爬上去按下按鈕 你就是今天的極限體能王 好 完全制霸 跟我們看電視的差不多 一樣難就對了 因為我平常就是有在健身 但是其實這個跟健身完全沒有關係的 老闆俊敏楊俊敏 十年前就開始接觸極限體能王 出國征戰 游泳站上第三舞台的好成績 現在希望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 每一年我們都會舉辦極限體能王的比賽 每一年都將近會有一百位選手來參加 像之前就有來自香港 日本 新加坡的朋友來參加 今年的比賽會有更多國家選手來比賽 也希望未來台灣有越來越多的 關卡障礙賽的挑戰 關卡運動在台灣發熱 除了Jimmy Fit Ninja極限體能王 還有ADD跑酷學院 小小忍者NERV大戰不同於一般健身房 在遊戲當中訓練體能 也能挑戰自我 在內心會張天祥 劉志柔快速報道